以前是沒錢吃麻辣湯 現在是沒錢吃麻辣湯 到天津布隆湯的美食 今天我要分享是天津的老味麻辣湯 這種麻辣湯其實很有天津特色 現在是在靖江路 一起去看一下吧 這是靖江南裡 它就開在樓群裡 看一下 上面都是蔬菜比較多 底下有一些菌菇類的 豆製品啊 土豆什麼的 在底下就是有一些 丸子啊一些荷的 先來拿一下啊 看一下我拿的啊 我就隨便拿了一些 這個喜歡吃的 來給您 有的是暗串的 有的是論金的 我這一份煮好了啊 來看一下 麻醬 然後辣子 麻椒 蒜泥 這是 天津老味麻辣湯 必不可少的啊 先來點麻醬 來點辣子 蒜泥 來看一下我點的這一份麻辣湯啊 麻椒 辣椒 麻醬 辣子 都自個加的啊 然後我拿了 拿了一些都是我自個比較喜歡吃的 它這有的是論串的 有的是 稱重的 然後我這一份 其實拿的比較多的還是素的啊 混的可能就拿了一個大腸跟那個 鵝鵝蛋 這一份總共是 三十六塊錢 豆皮啊 土豆啊 樹丸子啊 還有這個 這個是油條 然後一些 青菜 吃麻辣湯其實我個人比較喜歡吃素的啊 麻醬一定要多加一點啊 看著是不是很誘人啊 吃完了 然後麻椒跟那個辣子 看你能吃多辣 這個醬 他們家這個辣子很辣啊 酌情適量少加啊 然後他這個麻醬你看 很濃厚 味道很足啊 這麻醬調的不錯啊 麵筋 生菜 白菜 還有 真真菇 豆皮什麼的 油條 這些要讓他在 麻醬裡面泡一會 吸收一下這個麻醬的味道 素串 辣腸 他們家這個麻醬 真的味道很不錯啊 然後那個麻醬 然後那個辣子 也很香 那我今天加的是 沒加麵了 加的是 粉條 寬粉 海淡 樹丸子我覺得是吃這種 天津麻辣燙 必點的 安存蛋 其實麻辣燙很多地方都有 但是天津的麻辣燙跟別的地方有什麼區別呢 它其實最有特色就是它這個麻醬隊 天津的麻辣燙是加麻醬的 它的麻 是麻醬的麻 還有麻椒的麻 對 這是它的一大特色啊 就是麻醬隊 吃起來 這些食材 都被麻醬這樣裹著 哇吃的 相當過癮 豆芽金針菇 它們要開的得有二十幾年呢 以前就是個小三輪車啊 然後現在就是開在樓群裡面 就是天津這種傳統的老味麻辣燙 加麻醬的這種 味道真的是相當可樂 但是有一所一样 現在吃個麻辣燙真的也是越來越貴的 以前是沒錢吃麻辣燙 現在是沒錢吃麻辣燙啊 現在隨便吃一吃的話 人均都要二三十塊 對 但是這個味道 確實相當不錯 但是 但是有一點 我個人就是 比較不喜歡一點就是 就是這個啊 其他的朋友要說 對 感覺還不錯 有沒有吃過的小老闆 你覺得怎樣